各位道友大家好,最近的新闻相信大家都看了,现在这个世界不太平,乌俄那边没完没了,以色列又搭起来了。 这巴以冲突从上上世纪末,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以来前前后后闹腾了一百多年了,到今天还时不时来这么一高潮。 其实说起来,我正经是学宗教学的出身,所以虽然平时不研究这个,但是对于巴勒斯坦、耶路撒冷这个地区,以及区域内的文化和宗教并不陌生。 耶路撒冷,也就是以色列的首都,这地方从史前开始就是全球的一个宗教重镇,也是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地。 所谓亚伯拉罕诸教,就是基督宗教,包括了天主教、新教、东正教、伊斯兰教和犹太教。 其实我们有常识的都能看到,这种一神教啊,它往往具有比较强的排他性。 为什么说比较强呢?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有排他性,也就是一种唯我独尊,标榜自己是唯一真理的这种倾向。 当然不光是宗教,有的主义也这个样子。 但是,我这两天看这个巴以冲突的新闻,我就想到一个问题。 为什么一个宗教圣地不但没有被其宗教理念所浸润,反而成为了这样一个冲突频发的是非之地? 当然这里边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因素我们不谈。 但是就宗教来讲,为什么它的教理不能够化解那些其他的因素?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。 其实说到亚伯拉罕诸教的理念,其中步伐有很多慈悲的内容。 基督教,咱们就不说了,甭管人家怎么样,人家是宣扬爱的宗教,而且是博爱。 回教呢?虽然我们常在一些新闻里边看到有一些恐怖主义的组织跟它相关,但其实,伊斯兰教有一种普善的精神。 什么叫普善?就是我们说的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。 因为他们讲,真主怜悯众生,普辞万物,是至人至辞的主。 所以在古兰经的第一章就讲,奉至人至辞的安拉之名。 而他们的圣训也讲,不辞爱人的人,真主不辞爱他。 而犹太教呢,大家可能不太熟悉。 在他的诫命里边,也有说谁杀害了一个生命,谁就损坏了整个世界,谁拯救了一个生命,就拯救了整个世界,这样的话。 或者像巴比伦塔穆德安息日卷里边讲的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这个就是诫命的全部。 所以我们看,这些宗教的教理教义之中,都有着慈悲的成分在。 可是,回过头来,我们再看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切,那些对老百姓的屠杀,对老人、妇女、儿童的攻击。 虽然现在是哈马斯打了以色列,倒霉的是以色列人,但是等以色列反攻了,巴勒斯坦的老百姓也好不了啊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其实,以我们宗教的观点来看,它这里边有一个因素,就是长期以来这些人存在着一个信教不信道的问题。 他把他追随的宗教凌驾于大道之上了。 所以,他们只能看到他们自己追随的那个神,而甚至忽略了那个神教导过什么。 其实咱们说回我们自己的文化啊,我们爱讲一个道字。 这个道字是至高至大且无形无相的。 虽然道教以道来命名我们这个团体,但是这个道绝对不是道教一家独有的。 传统上来讲,儒士道三家都在追求一个道。 跟它相对的就是这个教字。 这个教字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指的不是教团,而是教化教育的意思。 换言之,它就是大道作用在我们人和生命之中的这个运化模式。 教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归于至善的道。 所以各位就要注意,在我们金光咒里边讲三界内外为道独尊的这个道,它不是道教,而是大道。 那咱们说,这个道它本身是不可用语言来描述,甚至是我们人类不能够完全理解和掌握的,因为它无形无名无情。 所以,以道教来讲,我们就认为自古就需要不断的有圣人出现,来宣化演教。 他为的是要祭食救民,所以我们有老子八十一化之说。 但是,圣人设教之后,后人他不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,从而不能够完整的理解大道。 也就难免让这个教传来传去,就传偏了。 然后,各自的教派自以为是。 但是,我们要注意一点,就是这些能够流传下来的教派,它往往也都掌握了部分真理,只是掌握的不全。 否则,一个完全无道的教团,它也不可能作为正统的教派传下来。 但是,后人不明啊,所以就造成了信儒家的说儒家好,信道教的说道家对,信佛家的说佛家高明。 以此类推,信耶教的、回教的也都是这么一回事。 但是,前辈祖师讲,不管什么教派,魁其教义皆有异于世道人心,各有各的好处。 指示,后世之信教者不明,须谦授意之理,各怀自恃排他之心。 入者主之,出者奴之,遂有,如莫之是非,有佛老之一同,有耶回之争执,残杀过于仇敌,如此而言教,是教之是以害之,岂圣人立教之本只哉。 这段说的好啊,就是不管什么宗教,你们的祖师,你们的教主,创立这个教派,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仇杀的吗? 肯定不是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?就是因为他们不追求道,而只知道互教了。 以我们的先人认知来讲,圣人立教本来是没有边界你我之分的,就是不畏己事,不斥人非。 还有一个原则,叫做以屈成不移为宗,以俯向事宜为准。 什么意思呢?屈成不移出自《易经》,它说的就是,委屈求全,来成就万事万物,没有遗漏。 俯向事宜,指的就是灵活运用,要适合不同根气的人来讲这个道。 这几个字就解释了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普遍的慈悲,就是要无我且灵活应变。 也就是,一切合于天道的,顺乎人情的,我们就要从而行之,反之那些不合理的就要改正,甚至抛弃掉。 这个也是我们道教,从宋代末年以来就奠定的,对其他宗教的基本态度。 要择善而从,不善而改,取他人之长,补自己之短,去己之非,从他人之事。 要教学相长,彼此互荣。 为什么要这样,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共同来彰显大道,而这个大道也就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原理。 古人讲,道者所以统万教而依之者也,无道则无天地,无人物,又何有于教? 不过散之则为万书,何之则仁归以道。 这个也叫做礼仪分书,月盈万川。 在我们传统文化之中,历来都是重道不重教的。 因为教啊,咱们讲了,它是教化,所以教化的方式,它就没有一成不变的。 你拿清朝的教化方式放到今天就行不通,你用非洲的教育方式,它就未必适合台湾社会。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教,它是有形的,而大道是无形的。 你用有形的东西来描述无形的,本来它就存在着很多限制。 所以,如果信教而不知道有道,不去求道的话,那就必然会让你的人生越来越执着,并且支离破碎。 但是,如果你能够明道,然后再去看待不同的宗教,你就能够知道它们万变不离乎其宗。 其实你看,古来有很多大修行的祖师,都是这个境界。 他们不断地强调三教合一和殊途同归,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层。 那话说回来,大道是一,却为什么衍生出这么多不同的教派呢? 就是因为时代的变迁,地域的差异,文化的不同,造成了众生习性的不移。 所以,上天就因时因地而生出不同的圣人,而这些圣人又因时因地而立教。 之所以这样,也恰恰是因为大道的特点本身就是,大无不包,细无不拒,与大天下莫能载,与小天下莫能破。 是不能以一教敬其功,丸其量,故必修道以立教,全便而不失,广大交致,精微互尽,必相才成,乃能尽天地人物之性,见中和未遇之功。 所以话说回来,我们今天看到巴以冲突成这个样子,回看我们自己,大家就要了解,我们信仰道教追求的是道,不是这个教。 有的人非常容易本末倒置,他自称太上弟子,自称玄门多少多少派,但是他在网上,和尚他也骂,儒家他也看不起,基督教他也耶语人家几句,这又是何必呢? 这个就是不懂大道啊,大道是没有门派之见的。 信佛的,你见人家能够大慈大悲,普度众生,你就要赞叹。 儒家的,他能够亲亲人民参赞话语,你就要礼敬。 信基督教的,你看他能够博爱赌敬,你就要随喜。 不同的宗教之间,只要人家有那些有益于我们人类身心性命的东西,我们都要学习。 你这样来看呀,天下的正教又有哪个不是道教呢? 因为,他们都代表着大道的不同特点。 所以你看,在我们道教的戒律威仪之中,专门有讲见到其他宗教的人,去了其他宗教的道场,该如何礼敬,如何朝拜的规矩。 这个就体现了古代祖师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。 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尊、悲人,就认为自己这个教最好,自己的师门最厉害,这个就是典型的有教而无道。 其实你这个不是在给自己的教派争光,而是在丢人现眼。 你以这样一种狭隘的心态,认为自己在护教,其实你护的不是教门,而是自己的我执。 那样你要怎么可能能够光大这个教门呢? 如此发展下去,那一定就会变成彼此排斥,然后一同受害。 仇越劫越大,也就必然演变成了种族之争,国土之争。 其实我们看,道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宗教战争。 当然它有过一些宗教起义,就是有人打着道教的名义来反抗朝廷。 但是,跟其他宗教,比如佛教跟儒家,虽然历史上有过争论,甚至一度佛道之争发展的比较惨烈,连道藏都烧了。 可是,绝对不会引来任何大规模的武力冲突。 为什么呢? 一个是因为道教从骨子里边就认为伏兵者不祥之气,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动武。 再有一个就是每次有了冲突或者受到打击之后,道教总会有一些祖师出来反思总结, 然后向人家学习,把别人好的东西容纳进道教的体系之中。 比如我们马上要学的斗法。 坦白说,很多内容都是从佛教的密宗学来的,这个是历代祖师都承认的。 再包括,吕祖全书里边就曾经收录过警教的祷告词。 其实,这个就是我们道教的一个特点。 所以,我们有一位老前辈,在中国,咱就别说是谁了。 他当初私下跟我讲过,说这马克思主义,毛泽东思想,只要有机缘都能给化入到道教之中。 就这位老先生当年在文革,他可是受过主义之害的,但你看他绝对没有对某些思想形成一种对立仇视的态度,而他想到的是一个画字。 这个就是老修行人的风格。 所以大家如果作为玄门的弟子,你要有这个认识,就是我们修行是要追寻祖师的大道,不是让自己诱于门户之间。 我们只有将眼光打开了,才能够与道合真。 如果你总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认知之中,甚至变得偏执激进,那你只能离道越来越远。 还怎么合真呢? 我记得道教协会的会长,咱就别说是谁了。 有一次,他接受采访,就说他不喜欢西游记,因为西游记他认为是丑化道教,推崇佛教,扼杀了中国土生土长文化的。 这就是糊涂啊,因为他根本就没看懂西游记。 跟他相对的前辈的祖师就说过,说西游记,你不要管他里边写的佛道之间怎么样,谁高谁低,你要把它当作内单图来看,这就对了。 所以以此类推啊,不光在信仰上,我们修道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此,要有意识的能够跳出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限制,真正的去追寻那个无形的大道,这样才能够获得利益,否则你就会陷入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很难出来。 其实啊,我们非常容易被自己的背景和认知所裹挟,也就变成了有立场而无原则,因为我们都有我职在嘛。 举个例子,现在中国的那个爱国主义,民族主义小粉红常说一句话,说什么看到祖国这么流氓,我就放心了。 这个就是典型的无原则支持无道行为,那到最后他就肯定难免会被这些无道所反噬。 所以我们信仰一个教也好,做一个事业也好,一定是因为他有道,我认同了,我去信受奉行,而绝不是反过来,因为这个教我已经信了,所以我就假定他的一切都是有道的。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。好,今天就说到这里,感谢各位。